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金頻道的 澳門現在就要逐個賭牌了 每間賭場之所以在這麼差的經濟環境下都不炒雲 沒有生意都還會叫人上班或者放一加一 其實這樣來說都是為了賭牌的了 就不要得罪政府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 亞美娛樂向前合夥人拉斯維加斯金沙索償償965億澳門幣 這案件就在今天初級法院開審 有證人就說 雖然金沙集團先後跟亞美娛樂、銀河集團聯營兩份標誌雖然相似 但金沙集團是負責項目管理的和有相關經驗 在競投賭牌中是有優勢的 而亞美娛樂就指控拉斯維加斯金沙、威尼斯人澳門股粉有限公司 這兩間公司在2002年退出了和他的合作 競投澳門賭牌 就改同新伙伴 銀河娛樂聯合競投澳門賭牌 亞美娛樂就被他們排除了在外 因此控告金沙集團違反合約 就要求他賠償2004年 到2022年期間澳門獲利的70%金額 就估計高達120億美金 折合960億澳門幣 在1992年已經開始擔任公務局法律廳主管的證人說 當時他是有關賭牌競投委員會成員之一 這個委員會的代表有博監局、保安範疇、旅遊局等等 他就說這件事已經超過20年 對部分文件的內容及子公司方面記得不太清楚 證人說透過合同上得知 亞美娛樂就曾經跟威尼斯人 是澳門聯營公司來的 當中威尼斯人澳門負責項目管理 去到2002年2月1日 相關聯營公司正式通知有關委員會 兩間公司已經是終止合作關係 雖然亞美娛樂就跟威尼斯人澳門銀河集團 還有威尼斯人澳門的競投標書相似 但委員會就一早有共識 因為威尼斯人有豐富酒店及博彩管理經驗 就有利澳門特區的色度多元發展 所以就在批級上就很有優勢 文鑼集團及金沙集團最後都是拿到賭牌 原告律師就問 倘若亞美娛樂跟金沙集團合作 就競投賭牌 當中的結果會不會改變呢 這名證人亦都回答 相信結果是有改變的 不過就算不是第一 亦都會在三甲之內 都會拿到賭牌 亞美娛樂追究金沙的這案件 其實搞了好多年才在澳門上法庭 訴訟最早就在2007年在美國搞 這案件就在2012年 因為訴訟時效及程序原因駁回 亞美轉到澳門告拉斯維加斯金沙 其實這案件都搞了好久 正常來說 當年投賭牌時 都會參考各自經驗去做批 還有最後都說了 就算是有他沒有他 最後金沙都會拿到賭牌 分別就不會太大 而他就要求金沙賠償2004年到2022年 在澳門獲利的70%金額 估計高達120億美金 就折合有960億澳門幣 這要價就不太合理 金銀大在澳門起賭場酒店和請銀也要錢 一夜下來就叫人賠70%獲利都幾大上頭 這件事我覺得他贏的機會就不太大 不過現在才在初級法院 就算他是輸了到時應該都會再上訴 真是不知這件事到時就要搞多少年 那你們對這案件有什麼特別看法呢 會不會對金沙一族的賭牌有什麼影響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